手機WiFi這邊的話 其實你說有沒有一定要開啟手機的WiFi熱點 老是出去外面應該蠻長期有機會跟別人分享一下網路的嘛 有沒有 因為你都吃到飽 別人都喝到飽 不是這樣 所以吃比較飽的要分享一些鼓鼻的嘛 那所以說應該都會開啦 那個熱點怎麼開 因為每一台的都不一樣 所以我沒辦法告訴你說哪一台要怎麼射 但是原則上我抓一個畫面給你看 可是如果您用的是舊手機的話 我是建議方便你的連線 就把那個安全性射擊就好 反正舊手機裡面在用嘛對不對 那你也是上課的時候有需要再打開 所以這樣的話在連線上就少了一個輸入障礙密碼的動作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那另外你要稍微看一下 如果您設定完成之後 要像這樣子 從這邊有沒有從這裡 這個連線找到你的指定的那個 那麼一般來說 手機它的熱點 所分配的IP大部分是192.168.43或者1.1點多少 每一台不一樣 那麼我怎麼知道到底是多少 您可以稍微查一下 可以查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像我們在這邊點到它按右鍵有那個狀態 來這邊詳細資料 你就可以看到我這一台收到的有沒有 是這個IP 你先稍微了解一下這樣子 那 了解之後呢 環境就都建置好了 只剩下ATP而已 只剩ATP而已 所以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ATP的部分 好看 好看 好看